好 進來吧 快點 好 來 坐坐 早期療癒課程的時間一到 快六歲的哥哥童童 和四歲的弟弟Jimmy 穿著同款的小T恤 迫不及待的席地而坐 鳄魚先生 鳄魚先生 在 在 拜 或公司 上班 因為兄弟倆的語言發展 低於發展里程碑標準 需要透過早期療癒介入 語言治療師拿著繪本 帶著他們念故事時 就能練習發音 邏輯的能力 媽媽在 看到 看到 鳄魚 心裡都覺得怎麼樣 是鳄魚 美等她是在 她本來就早產 她到十一個月 快一歲都肚子沒有起來 她就在地上這樣蹭蹭蹭 每個人都跟我講說明天就會爬了啦 過兩天就好了 但我知道說已經有點晚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還是帶她去做評估一下 是媽媽的積極與警覺 讓兩個孩子在發展遲緩的黃金治療期 獲得療癒的機會 但孩子或早期療癒的前提 醫師都會建議必須接受專業評估 特別是在多重發展遲緩的情況下 更得透過兒童發展聯合評估 也就是俗稱的聯評 才能找出問題所在對症下藥 可每位經歷過聯評的家長都有相同感想 就是礦日費時的等待嘛 那整個聯合評估 大概要花四個多小時 然後也等了 就是當中都會等待嘛 譬如說小兒科轉成到復健科 就是一個多禮拜 那復健科再排聯合評估 就是一個多月 然後等到聯合評估完了之後 又要再等評估報告 那也是大概一個月左右 因為最多我們就只能到一層樓對不對 還可以再上去嗎 經醫院團隊的聯評 統統肌肉低張 物理治療和職能治療 都要做 語言也需要更多引導 但等一份兒童發展聯評報告書 動輒就要兩三個月 儼然與早療核心精神 強調的越早越好 背道而馳 目前看到的部分 確實是因為量能的部分 等待會比較久 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書坦言 關鍵環節確實塞車 補助預算也就連年增加 111年編列的0.6億元 時隔兩年以增加約3倍 來到2.33億元 那希望透過聯評的這個 中心的這個數量的增加 去提升這個服務的量能 評估中心有85家 包括剛剛講的那個10家 今年健保6個分區的這個重點中心 那希望今年整個評估的部分 可以到達4萬5千個人次 雜錢擴大量能 近三年來 國健署結合地方政府補助 全台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 從111年52家服務量約3萬08百人 到112年持續新增數量 至今已有85家 爸爸好 是要評估的小朋友嗎 對 實際來到貨國健署預算補助的 台北市星光五火師紀念醫院 兒童發展聯評中心 兩歲半的小虎 準備接受職能治療師的發展評估 不要 我要去評估 再來 還有 跌溫幾個小積木 就會得到對應的評估分數 但語言 物理等發展 各有其檢核方式 以星光醫院為例 疑似發展遲緩的個案 必須先由負健科 謝如嵐醫師初步評估 確認有無聯評的必要 透過分流有效利用資源 評估就是我剛剛說 第一個我的那一關 我不能太多人 我做不完 我一個個人可能要花半個小時 光是出診 醫師就快吃不消 民眾排隊等聯評 或進到聯評跑流程 又是另一段漫長等待 五大科的醫師 那主要是 復健科 小兒神經科跟心智科 三大科主要是有參與 這個評估鑑定 那各專業評估完以後 依據他的評估報告 那我們會看看 這個小朋友是屬於全面性 還是說語言方面 還是他是認知 甚至他是不是腦部有 基因的問題等等 我們就可以鑑定出來 那要有正式的一個鑑定 報告出來以後 我們會依據這個鑑定結果 安排後續的療癒 個案發展遲緩情況 會在接觸療癒或刺激後 有所不同 因此往往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得再接受一次聯評 醫師手上這份報告 就是小虎九個月大時 第一次聯評的結果 那包括聽力 視力 還有他的大動作 這裡 還有臨床心理 物理 職能等等 我們就會做一個 全面性的評估 從發展聯合評估報告書 就能發現 當時包含施工在內 團隊中至少就有九位 專業人員參與評估 那時候是2022年的6月21號 我們開始搜案 那我們完成評估是8月 換句話說 若不計入出診 到等待聯評的時間 小虎光是開始聯評到取得報告 就要花兩個月 家長要真正來醫院評估 建立大概是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後續我們還要做一個 資料的整理跟匯整 那另外就是比較複雜的個案 我們內部來做一些討論 跨科別討論要獲得交集 撰寫評估報告也都得謹慎 因為每一位個案都獨一無二 以星光醫院為例 一年平均要處理 350件到500件聯評個案 而全台共10家的聯評重點醫院 以台北市的馬街醫院來說 一年更得消化800件 喂 你好 這邊是星光雜聊 因為現在小朋友要做評估的比較多 那目前就是已經幫媽媽盡力在排了 通過出評的孩子 會由個案管理師通知家長 依照院方盡量集中安排的時間 像跑班一樣逐一檢查 以這位個案為例 就在2月19日 20日 22日 及3月5日到院做各類評估 幾乎排滿 比如禮拜四全滿對不對 這是一個常態 對 評估的部分 希望能夠在45天裡面 就是他進到聯評中心之後 到整個報告書的完成 是45天能夠完成 那聯合評估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人力以外 治療師 醫生以外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值得提升 當政府加大發展遲緩 聯合評估的量能時 民間團體更發現 當前早期療癒人才養成的過程中 偏重學禮 若聯合評估的實務經驗不足 長期下來也會成為政策盲點 我覺得這個聯合評估很重要 就是技巧 我們就是說 也一直在做這些在職的訓言 但醫院的早療團隊成員 除了做聯評 還有早療課程和教學要做 時間有限 政務無窮 小虎父親更拿出 小虎的早期療癒健保給付治療單 我們發現 2月26日排的語言治療課 到我們採訪的4月中旬 都還沒排到 只是今年疑似發展 時緩兒童通報數 比起10年前已經成長了80% 逼近3萬5千人 相關資源的部件刻不容緩 親自文裡面它其實有一個任務 其實是協助家長 對於孩子的發展期能夠有些了解 甚至是可以做兒童的發展 全國親自館在11年間增加了8.48倍 但這些早療在地化與社區化資源 卻沒有被民眾有效利用 其中一個癥結點就在於 兒童發展遲緩與早期療癒的資訊 涉及多個跨部門業務 光是治療 教育 社會福利 就分屬不同單位 這樣子的資訊 其實它很難是統整在一個窗口 你就能夠弄清楚 因為有可能我們在規定上都會做一些調整 或者是說每一個的這個 你去申請補助都有一些細節 可是我覺得對家長來講 其實可以運用的大概就是我剛剛講的 各縣市都有早聊的通報跟轉接中心 那也有各管中心 當家長關注兒童發展遲緩的心力越多 資源的建設就得更完善 因為對這些孩子來說 發展遲緩只是一段過程 但關鍵的聯合評估 卻是他們的起點 當他們努力迎頭趕上 相關政策與協助 也絕沒理由能夠釋來 也絕沒理由能夠釋來 請給我一分別的